高高的青山上 悬草花开放 才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它撇在你的发烧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长大了 在看你做新娘 如果有一天 心失去了远方 摘朵花瓣做翅膀 迎着风飞扬 如果有一天 动了忧伤 想着它就会有 好梦一场 摇摇的天之鸭 悬草花开放 每一朵 可是我 牵挂的模样 让它改变我 等着你 回家的路上 好想我 从不曾离开 在你的身旁 如果有一天 心失去了远方 摘朵花瓣做翅膀 迎着风飞扬 如果有一天 动了忧伤 想着它就会有 好梦一场 摇摇的天之鸭 悬草花开放 每一朵 每一朵 可是我 牵挂的模样 让它改变我 等着你 回家的路上 好想我 好想我 从不曾离开 你的身旁 中文字幕提供 好想我 回家 好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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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日 啦啦啦 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 谢谢九弟 谢谢妇女学会 就是我们一直共同努力在做这些声乐讲座 也感谢大家就是一直来 那么那上节课呢 是就是也感谢大家就是喜欢这个讲座 那么我们上节课呢是最后有征求大家意见 说大家一般想学习什么歌曲 那么有的朋友就提出来想学习一个 就是现在中国的很老的一个怀旧艺术歌曲 应该是经典老歌不能算艺术歌曲 因为大家提出来有的朋友说想唱一首余光曲 那么那这个是一首非常老的一个怀旧的老歌了 那么这个余光曲呢是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余光曲 这电影名字也叫余光曲那是1934年 就是大家可能还记不得了 那个王仁美他们这些主演的就是很早的 就是国民时期的这个电影 那个这个电影呢是在那个莫斯科 就是国际电影就是有一个这个节里面 它是获奖的 那么它可以说是最最早的一部首部 就是在中国国际电影节获奖的一个这样一个荣誉电影 那么这首曲子是它的一个主题曲 也叫余光曲 那么就是说明提出来的朋友可能也是像我这种年龄了 因为我们一直会一直会听这首曲子 那么这首曲子呢是叫就有个叫安娥做词的 还有呢做曲的人是叫任光 那么那个时代是他们是挺有名的做词做曲家 那是在1934年做的曲子 那么我在想说这首曲子 我们现在在介绍这个曲子 那么这首曲子呢就是是讲那个 我们以前叫旧社会新社会 那旧社会呢贫苦的那些渔民 他们的一些非常艰辛的这种劳动的生活 那么它这个曲子呢 它是非常的有一种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讲了一些生活情景 它是一个三段的一个结构 那么第一段呢它是讲一个就是海上啊 或者说渔民的一个生活情景 一个自然风光啊 这是一个非常抒情的一段 自然风光那第二段呢它会讲到就是说这些渔民啊 在那个风浪中普遇的一种情景 就是说艰辛的一种生活情景 那么最后一段呢也是讲他们的一种比较艰难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我觉得朋友们会提出要唱这首歌呢 那这首歌呢是一个就是说流传了半个世纪了 就是说啊就是我们那么长时间来还会有人喜欢听喜欢唱 那还是会引起啊人们的共鸣 为什么呢 它是讲电影就是讲两代人的一个艰辛悲欢离合的一个就是啊就是生活 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生活的应该说加拿大还是很忧郁啊 那么生活艰辛啊就是就是生活在很艰辛困苦中的人们还是有啊 那么这里也反映出就是说我们的啊 它是讲两代人的一个悲欢离合 所以讲讲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父辈 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演化成生活呃 努力的那个呃就是工作也是一种呃就虽然没有那么艰辛呢 虽然我们还是很幸福呢 但是也是可以引起就是说人们的共鸣好 就是说呃这首曲子呢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的曲曲子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抒情好 然后呢它就是说呃虽然它是一个描写一种就是 就是忧伤的啊比较哀愁压抑的那种心情的 那它是很舒缓优美的 所以它也是一种一首就是非常富有艺术生命力的 这么一首抒情歌曲 那么大家可能都一直听的时候 哎就是觉得它很优美 但是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就是说呃 呃忧伤的歌哈 那么好的啊 那么我如果是我选歌的话 我也许会选那种 you raise me啊 这种就是比较激动人心的啊 比如说在困苦中我们能够互相啊 鼓舞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歌 但是呃因为朋友们啊 就是说非常想唱这个歌 有人提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首歌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歌 特别是这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歌啊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独唱啊 啊小和女生的小和唱啊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的一首歌 到现在还是经久流传的歌 所以呢呃我们可以今天来学一下这首歌曲 好那么我现在是介绍了这首歌曲 那么还有呢啊 在我们学歌曲之前呢 我们一定会要请大家做一个发声的联系 因为啊我们虽然是第六讲声乐课了 啊那么还是会有 哎我的我的手机关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不静音的会发现叮咚叮咚的声音啊 好啊那么就是说啊为什么呢 因为学歌之前我们一定会要做一个我马 好然后我们学声乐必须是要做一个发声练习 那么发声练习呢 我发现就是说啊可能听了你听了六堂课 也有的朋友还没有学会 就是说怎么用假声来唱啊 就是说可能还有的是呃用真声在唱 那么所以我还是会强调怎么样 先要把你的声音建立好 那么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你也会得心应手就是自如的唱这首歌 那么还有呢啊这首歌呢 它也是比较高的啊 就是说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啊 就是用讲学会用讲声来唱这首歌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呢统一起来 那么才能把它唱得非常优美 因为这是一首优美的曲子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来先做一个发声练习 那么啊以前也有朋友问我怎么样才能做到能唱假声啊 其实我说的我已经呃很多次在讲这个怎么样唱假声啊 那么我们说唱假声的话呢 嗯是怎么样啊 就是说要用用精试的上次说一个方法 用戏剧的一种声音啊 就是说你把我还这手机怎么还有声音啊 把声音就是啊如果我们要首先要区别真声假声是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用大本上唱我们一定是用喉咙唱的啊 我们就是如果没有学过一定是啊 就是自然的一个说话的声音啊啊啊啊啊啊 就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啊用上喉咙就是啊啊会用上喉咙的声音 那如果我们用假声啊就声音就会从嘴里出去了啊 那么我们用假声呢是通过不不从嘴里出去 要通过鼻烟枪到头枪去啊 那么我们所谓的假声在英语中叫head voice 就是说你一听那个词就是这个头声 就是说你必须挂上你的头声 这叫假声 所以你的声音不从嘴里出去 从鼻烟枪走到头枪 你就会用假声了 所以呢我们说那个花旦也好 还有轻衣也好 喊的那种啊啊啊这就是假声 它呢一般我们用上口盖的上面的声音 啊啊啊我们不是啊从嘴里出去了啊啊 如果如果从嘴里出去 你一直保持开的那么大的声音 你唱到比如说我们说的有 我第一节课就会讲过换声点 你就唱不上去了 嗓子就会喊了对吧 所以呢我们从那个我们的换声点 我们是说啊从降E到E到F到CF 都是每个声部的降声啊换声点 那么每个声部就是说有女高 呃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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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就是包括你可以唱到嗨戏 所以我们就说 一定要学会用假声 那么我说的 一个是用戏剧的方法去唱 我们还是强调 因为有的同学 有的朋友是很有基础 但还有的朋友 他还是会大声的用真声在唱 因为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那么还有一个 我不是说找一个高位子 自然的笑的动作 我还是强调这个 那么我们来做这个 就是笑的这个 自然的找假声好不好 声音在上面 一条线从好像眉心那个地方唱出来 眉心 或者说眼睛那条线 上面唱出来 我们来唱 一起来练 今天我们来不吹 你们希望有 我们还要吹一下吗 还是还要分明吗 我们每次会做这个高中 那 好的 那如果你想吹一下 我们也很快 我们来说 一条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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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高的 高高的青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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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我 等着你 回家的路上 好想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好想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